人在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民官 今天是中华民国103年10月29号 我们看到财政部跟鼎新卫家 官民大战 终于卫英角主动辞掉了 在101的总经理跟副董的位置 其中一个关键 好像是财政部长终于硬起来了 这一次灭鼎的运动 除了101的经营权之外 最新的消息是说 卫权三重土地的185亿 连带案很有可能喊咖 然后财政部是希望顶新卫家 可以把101的股权 直接释放交出来 那联合报更凶狠 联合报说没有关系 查他们税 查他们资金 跟抽他们赢根 这个卫家肯定在台湾 是要灭顶的 那卫家除了在台湾 很有可能灭顶之外 今天我手上初刊的一周刊追踪 中国大陆包含天津 在卫家的这一个总部 都开始清查康师傅 中国大陆的官方会不会加入 这一波灭顶的运动 成为我们观察的重点 但是台湾社会的受害者 显然又扩大了 比方说很多观众朋友 很难相信 五星级大饭店当中 远气 圆山 这一波 竟然都用到这一波黑心油 而且相关的问题牛 它有很大一部分的牛油 它流向了一些火锅店 烧肉店跟牛排店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 粉末的牛油 是拿来用组合牛肉的 台湾社会不经厉害问 这么多黑心食品 毒害我们的健康 毒害我们的食品产业 毒到这一个地球上 有超过11个国家 现在禁止台湾的食品业者 外销出口了 黑心毒台的背后 有多少不论人质的故事 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一聊 今天现场要请到 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 吴嘉诚老师 警官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个好朋友是 烘焙的蛋糕业者 潘伟凡 伟凡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艺人郭贵斌大哥 他也是这一次 这个发起反顶心的行动联盟 整合了一堆夜市跟小吃摊贩的 郭贵斌 郭大哥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洪素欣同学 民官好 大家好 好 带来来 待会儿会介绍我们 牛油怎么制作 这个是云南来的姑娘 不过在台湾 已经定居十多年的张雪兰 雪兰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光琴 大家好 好 我刚讲 问题牛油的问题有多大呢 首先第一波是猪油全面出包 猪油这一波出包 使得台湾的知名的泡面业者 全面沦陷 不是只有康师傅的泡面有问题 统一 喂喂 全面沦陷 第二波是牛油 牛油不是只有火锅店 包含特定的烧肉店 平价牛排店 全面中标 再来呢 椰子油也有问题 所以很多这个烘焙业者用的酥饼 像蔷卫派的派提 全面都中标 那使得这一波黑心油的受害厂商 真的是有够多的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道 这两样而已 这两样 就牛西兰 嫩尖牛排跟火焰牛小排 卫生人员前往突击检查 搬机百货 美食街的牛排店 也中标用到树森问题 牛肉通通下降 我们是受到通知 可是我们那个肉已经有更换了 什么时候更换的 大概25号之前就换了 树森公司间接使用到顶性劣质牛油 制成平价标准牛排 流向全台573家烧肉店 牛排馆和夜市摊饭 其中北市有122家店家遭阳 122家的下游业子里边 那针对有商业登记的约略有30家 如果没有商业登记 那大概它的营业的形态 那就比较倾向于这个摊上之类的 北市卫生局公布最新下游名单 其中有30家有商业登记的知名餐厅 包括白甘蔗连锁火锅店 出一张嘴烧肉火锅店 以及酒精二圆山联西 远气天顶和华太零森店等餐厅 其余的92家下游则是流向夜市摊商 卫生局要求28号5月12点之前 问题肉品必须全面下架 请了强制下架 那从明天零时 也就是10月29号开始 如果这120家店家 再有任何贩卖最高罚款 可到新台币300万元 牛排啊 怎么连百货公司的都有问题 卫生局强调消费者 从今年5月起到相关店家购买的 问题产品都可凭发票单据退费 只是政府公布的品项不明 就是多家夜市摊贩名单迟迟未公布 追查慢好几拍 民众不知已经吞下多少问题牛 记者王群群一霞SNG小组台报道 好光琴我们看到昨天顶星未嘉跟财政部 针对101的股权双方大战 那好不容易财政部先下一层 可是台湾社会毕竟还是一个庞大的输家 我们都输了 我们都是受害者 各位观众朋友 不要以为银野娘出来说要拿30亿成立实安革新委员会 以及温英聪收押 以及马英九要成立这个实安办公室 或者是你看101他们已经交出副董事长跟总经理职务 你们就以为已经结束了 也不是说查查猪油黑心猪油就结束了 没有就在九月的时候 其实查到问题猪油也查到问题牛油 但是那时候是引牛羊猪而已 好那现在九月就知道了 九月就知道了 然后那个杨正义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2005年丙心接手正义之后 这个正义的老陈 他隔年就到这个越南去开大幸福公司 所谓的黑心牛油黑心猪油 这个不是给人吃的这个飼料油 就是从这个大幸福进来的 好最近两天的新闻 我们的官方一直要越南的官方 你赶快给我们啊 要了四次都要不到 终于昨天我们看到新闻了 证实说没有一个都是给人吃的 那所以11个国家已经禁绝我们的 这个油进去了 这是我们台湾之丑 台湾之耻 就是鼎心造成的 鼎心的毒害现在串权台 好了我们讲过 先前一波问题牛 他串到哪里 火锅店的汤底 也串到什么烘焙业 为什么也串到这个餐厅里面玉米浓汤 因为呢里面都 这个以烘焙业来讲 我们吃的吐司 我们吃的糕点 他都有不用奶油而做酥油 因为便宜了三分之一的这个价差 所以这样子串权台 这是我们才讲完 后来呢又陆陆续续查到说 有一家全国市占率最高的进口牛肉公司叫树生 他上游是跟谁进粉末牛油粉呢 是跟一家叫全亚在云林的一家公司 那这家全亚的这个牛油粉 把牛油做成粉末 粉末 所以他进的是粉末牛油 对 然后他的粉末牛油粉又是怎么弄来的 就是跟顶心进的飼料油做成的 好 这样不得了啦 你找到这个源头 完全齁 完蛋了 就现在变成说多少万公斤呢 93万公斤 串流了几家那个餐厅呢 573家 光是北市下游的厂商 你要知道下游是厂商 他不是我们一般去平价牛排店吃到的那种餐厅 可见他还在往下窜 下游的厂商在台北市就有112家 这个部分还在查 到底他们下游厂商 然后又分销出去给谁 或者哪家餐厅 那我比较讶异的是说 昨天连我们的国宴的原山饭店也中了 另外呢 华泰也是知名的饭店 李登辉 前总统常常去的华泰饭店 包括林森店 中轮店 还有这个后亚店都中了 那另外 我想说奇怪 怎么他们中了 大家还要骂他什么出一张嘴 原来这是一家餐厅 烧烤连锁店 烧烤连锁店 出一张嘴南京店 还有另外一家白甘蔗 当然还有零零种种的 包括在天母啊 或包括在临江街啊 临江街那家还叫角头 那我们看到这些平价牛排店 他卖的便宜 可是有问题 那我觉得现在 我们的一般的观众朋友 我们一些消费大众 要审慎的注意资讯 审慎来选择自己食的安全 好 肃清我先请教你 这一波呢 刚刚光琴讲到了 包含蛮多的平价牛排店 跟烧烤店 他们的来源是同一种平价牛排 那原来肃生 他们在卖的平价牛排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真正的牛肉 它是重组组合过的 而且还需要粉末的牛油 来帮忙做化学的重组 我觉得我们这一波 民众真的学到很多 以前我们常跟民众说 你要吃食物 不要吃食品 因为食品里面有很多添加物 所以现在民众很聪明 我要看得到 他形状的东西我才吃 他就说那现在怎么办 我看到他是牛排的形状 我看到他是牛肉的形状 他明明叫做牛排 为什么他里面的添加物 比一般的牛肉面还多 好 我来先看 他的内容物 这一种品名叫做 平价标准牛排半成品的 它的规格跟重量叫做 调理硕形组成 这个规格叫调理硕形组成 内容物是 牛肩胛肉 乳蛋白水 牛肉精粉 是牛肉抽出物 麦芽糊精 然后菇酸钠 胺基乙酸 琥珀酸 胺基乙酸 赤黄晋银 核甘酸 耳钠 金银 核甘酸 耳钠 这化学有得多 胺基 饼酸 乙基 麦芽糊 柠檬酸 牛油粉 牛油粉 把牛油做成粉 而且他后面还有瓜糊 我们来看一下 他瓜糊叫做 牛油 饼 辛西 鸡丁乙酸 辣粉 乳化剂 脂肪 脂肪 肝油脂 二氧化剂 我勒 你现在看了 最后还有抗氧化剂 来 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肉 其实不是一块你想说我从牛身上 切割下来的一块肉 而是事实上经过重新做 要怎么做呢 其实他们现在的组合肉有很多种款式 比如说一款就是说 我们叫快式的组合 就是说它可能像这一个 它主要的肉是牛肩胛肉 牛肩胛肉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它相对是比较瘦 它没有油 没有油它就吃起来不软嫩 油花也不多 吃起来就觉得硬硬硬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让它变成 夜市又大片又柔嫩非常好入口的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做什么 我把它说稍微把它去精 一些东西去掉之后 我在经过工业或者是用一些东西让它嫩化 嫩化的同时呢 我就再加这些像牛油 或者加其他东西我把它重组 然后如果跟其他的不一样形状的 才能塑形嘛 塑成一个乍看之下以为是牛排的形状 对 甚至有一些是 这个已经算看起来好一点 还有一些它的塑形是什么样 它是把其他东西都已经用剩的肉 可能是不规格的肉 然后把它也是一样筋膜弄弄弄弄丢掉之后 再把这些不规格肉塑在一起 然后里面还要加什么 加一些什么磷酸盐啊或加一些盐啊 加一些其他的乳化剂 放在一起之后嫩化之后又塑成一条 所以它送到餐厅的时候 其实一条一条一条 那你会说这个组合肉 那有什么不好呢 对 那有几个缺陷 第一个 它加了那么多东西 对 如果说以这个你会发现 它添加过非常的多 第二个部分是呢 因为它在重组或者是切割 那么过程中 它维生素暴露的风险会变高 因为你本来一条肉 小不肉滋生细菌 对 它总不会从里面长出来比较少 只要牛是健康 可是我这样碎碎去 就是重组的过程中 整个风险是提高非常多的 那所以你会看 它会加一些抗氧化剂 就像说怎么样 避免这些油脂的裂坏啊 避免这些肉不好 所以你看到的 已经不是一块生鲜肉品 它其实就是一个加工品 可能是离世民众都不知道啊 那如果连牛排跟烧烤店的牛肉 都是这种夸乐体 那我们日常吃的牛肉汉堡排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做 牛肉汉堡排 我们称之为 在食品工业有很多款组合肉 一种叫搅拌型组合肉 就把它搅碎之后组合成的 就等于碎牛肉把它拼起来 对 像是那种 或者你们吃到的鸡块也是组合肉 因为我们把它切块之后 再也是一样拌这些东西 之后组成一块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种的组合 可供大家选择 真的是 所以你们都再回到节目现场啦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台湾社会再也不能忍受这一些黑心厂商 黑心食品毒害全台了 可是偏偏追一波 顶心的恶心黑心毒油 是上游出包 上游一出包 中下游全面倒 前一波出包的是猪油 这几天证实的是牛油跟椰子油 牛油大宗的其中追得到的品项的 都是知名的火锅店 烧烤店 或者是平价牛排店 那很多追不到的 搞不好都追到这个市场里头 超级市场 或者你跟我 或者某一些小商家 夜市小摊贩 早就吃光光了 然后呢 椰子油或者是输油也一样 已经追到了 包含蔷薇派等公司 还是知名的企业 可是我们吃的输油皮 比方说我刚刚讲过的 蛋塔的输皮啦 什么法国派啦 这个奶油派啦 那种输皮喔 天知道有多少已经吃下去了 更妙的是这一波牛油 让人家大开眼界的是 竟然还有粉末状的牛油 到底加这个要干嘛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道 小块小块各种不同部位的牛肉放在一起 再加入牛油粉 把肉充分按摩 放入模具 再冷冻 组合肉 就是这么做 把它一样快放之后 你这样吃起来那个肉呢 你咬开来 它一样会有软嫩 然后汁 然后有牛油香 其实只要加了牛油粉 这组合肉吃起来就很香 又多汁 和一般牛肉一样美味 其实很难分辨 所以只能从生肉来判断 组合肉通常是正圆形 肉色会有明显色差 油脂和筋也比较少 而且多是冷冻肉 但切片牛肉是不规则状 里头的筋是连贯的 而且肉质不松散 像这个这么大条的纹路 这个肉是连住的 而且你不会 你这样剥不开 如果是组合肉的话 你只要这样一剥 它就会开 尤其像这种纹路地方 你只要一剥 它一定散开 除非是专家 一般民众要分辨组合肉 其实不容易 就是因为有了这牛油粉的充分修饰 让组合肉能够以假乱真 牛排肉 记者林玉洁 李美轩台北报道 好 威老师 我刚刚看到这个组合肉的 圆圆的画面 我终于认出来了 确实我在某一些烧烤店 吃到的肉是这样 然后他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就整盘端上来让你烧烤 那这一次 这种评价标准牛排 半成品 加了这一大堆化学原料 到底要干嘛 实际上就是 刚刚影片里面有看到了 让牛肉 这种假的热牛肉 组合热牛肉 你吃下来之后 觉得里面水分还够 然后香味口感都还够 甚至还能够觉得 这牛肉不会太老 它是软软的 加了这个成分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你要担心 这些牛肉里面 它实质上来讲是用牛的 已经被切掉不好的部位 重新再回收回来 经过绞碎了之后 然后加上这些 添加的物质进去的 这样的物质里面 很多容易造成 我们各式各样的疾病 包括心血管的疾病 脑血管的疾病 以及包括我们的 所谓的糖尿的问题 包括我们膝盖的问题 等等之类 很多的问题 包括癌症都可能产生 里面添加防腐的部分 跟添加所谓的抗氧化的部分 其实那个各式各样 还有磷酸炎的部分 还有海藻酸钠的部分 那会伤什么 举一个例子来讲 像是加海藻酸钠 很多的东西 里面还有很多 这个氨基酸钠 以及我们的 所谓的有机氨钠 还有我们的三酸甘油 很多钠还有钾在里面 这个东西都会影响到 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 脑血管的健康 这还影响到我们的骨骼 影响到我们的肾脏 这个影响的层面是很大的 但是大家以为这个假了吗 就是在大概上个礼拜 我们的国安局的 很高层的官员 传了一个照片跟影片 问我说 老师这样的这个蔬菜 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制造出来的是假蔬菜 现在原蔬菜都有人造假了 他要我帮他判别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 牛肉可以造假 看到有形状像刚刚肃清讲的 现在要看到有形状的 我画面这种形状都是重组的 你看看这一块 这一块真的 你如果放在铁板里头 它在那边烤那边烧 你真的会觉得它造假吗 你看这一整条 这一整条是专攻夜市 跟平价牛排用的牛排肉 然后再让你一片一片切下来 你这样看整条 你怎么看得出来 一般来老百姓看不出来 所以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小心 所以我刚刚讲过 我们的国安单位现在都发现 有蔬菜是造假的 这个假蔬菜 完全是用人工的原料做出来的 我们过去老认为说 人大年纪大的时候 有各种慢性病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痴呆症等等之类 或关节炎之类 认为那个是老人病 其实那个是我们叫做 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不良病 所造成的 现在可以到很年轻的人都可以 都有这样的这个病 所以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在我们的官 我们的官员 有的已经黑了 我们的这商人也已经黑了 我们国家的这个代表 好像是都被挂上很多地方黑了 刚刚不是看到吗 原山饭店中奖 那是国家的代表 远气也中标 远气也哦 101哦 101也有黑了哦 所以大家都这样的黑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老百姓要自保的时候 自己要更特别要更加小心 吃了这个东西 一定要很确认说 它真正的是来自你可靠的 相信的这个地方 那昨天有媒体问我 那我怎么知道 哪些东西是可靠的 很多地方你要去注意 如果它广告打得太大 然后如果说它的店家分布的很密 通常来讲你自己要小心 那可能是大量以盈利为目的的 真正的好的这个商家 现在安全的食品 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包装 按照你要储存的这个方式 然后直接就栽配到你家的 他常常也不会做很大的这个广告 也不会去外面做很多的宣传 但是他甚至也欢迎你 有空的时候去那边仔细的看 他是怎么样生产的 怎么样配合你的包装的 包括农鱼业 畜牧产品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尽量想办法去支持 这样在我们台湾 还很努力在做耕耘的这种 小的商家跟小的农户 好那郭贵宾郭大哥 我们今天特别找你来 昨天在鼎芯101的 这一个经营权的争夺战当中 你们也带领了 打击黑心产业的联盟 到101场外做抗议 这次你为什么会站出来 我每次在家里看电视 只要媒体播一次我就骂一次 真的那你不就从九月骂到现在 至少要骂两个月了 是是 那跟几位好朋友 在吃这个这个姜母鸭的时候 助而言不如起而行 那就开始这一波了 所以我们就串联 我觉得这有意义 有意义就做吧 是这个样子 那在这边特别感谢 在昨天这个行动的时候 特别感谢这个信义分局 这个副分局长 昨天本来的那个预定 我们要直接到84号 你们要直接刷到顶星 康师傅的总部 直接要上去 然后那个信义分局副分局长 一直在劝导 一直在现场 他怕失控 也是要求主办单位说 是不是 那你就绕行 101 来抗议 来抗议就好 那也请不要进入商圈 就是百货公司里面 那 他从头到尾就盯在 然后我们也接受 好 那你们这一次的组合 我发现有很多都是夜市跟小商家 就等于说 台湾社会这一波 又中标的 又是这一些夜市平跳牛排 跟相关的业者 那他们普遍很多人 就算他用的食材 不是黑心食材 他的生意都大受影响 所以这一次的受害者 真的很广 是 尤其我看到这个11个国家 禁止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食品 出口 出口 这实在是对我们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侮辱 尤其这个顶心卫家 他对GMP的这个认证 还绕在他们家里当理事长 结果搞成这个样子 这真的是 付出太惨痛的代价 那我就要跟媒体 跟各位观众讲的是 顶心卫家 你要赶快认错 诚恳的认错 你们在台湾 这种高杠杆的这种财务的管理方式 这种性格我也相信 你们会反映在你们在两岸的政治上面 对 现在台湾在经济上 已经在抽你赢根了 在政治上也在抽你赢根了 对 你相不相信对岸很快就把你的同路全部吃掉 相不相信 只要你对台湾诚恳的认错 你或许还要转机 你们再不认错 我跟你讲 你在大陆倒大没了 是 然后觉得说 这个食品的部分 因为顶心 他这次捅的楼子太大 也让这个全省的各摊贩 也是一而再再而三 受到这些伤害 让很多的店家也实在是无故受累 这有时候 政府也要有这个担当 也要有这个气魄 政府有没有错 有错啊 你们所认证的东西 大众相信你们 可是呢 可是最后忠孝游受害 就因为说这忠孝游这么无辜 政府来放任着 放任着 他并没有去处理这中下游的事情 而你注意看 顶心的事情 他们本来是 小而化之咯 我们现在我相信媒体 大众全民一直在盯这个事情 我们就盯着 政府他就得硬起来 抽他银根 政治也抽他银根 他还想靠大陆吗 大陆直接把你吃掉 好我们稍休息一下 玩过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到年代向前代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台湾社会真的在你不能忍受 这样黑心独台的 一大堆黑心食安风暴 可是这一次让人大开眼界的是 原来牛油充斥在你我生活当中 首先第一个 原来组合的牛排啊 或者是烧肉啊 他们本身都要用粉末牛油 来做一个重组 第二个有些牛油加到比方说玉米浓汤里头 原来这样才能提香 那很多不吃牛的或者吃素的 当他在喝玉米浓汤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知道他这中间喝了牛油 再来很多牛油做在烘焙业者的上游的酥皮 所以当你在吃一些派皮啊 苏塔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那个香酥的口感 背后隐含的是牛油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则报道 热腾腾的麻辣锅上头飘的不少新香料和中药材 但要制作汤底 这些香料都得先放入油锅来爆香 姜片大蒜辣椒得先炒出香气 但要让香味更有层次 不少业者都会放入牛油 炒这个料的时候呢 就会添加牛油 一般添加的比例呢 大概是五份的沙拉油 一份的牛油 牛油放的比例并不多 主要是用来提味 所以不少店家都是自炸牛油 但若是吃全素的民众 麻辣锅可能就不太适合 打开锅盖这一大锅的牛肉汤 上头厚厚一层金黄色的全都是牛油 牛肉面店用大骨熬汤产生的油脂 全都得要留起来 放入冰水里冰镇后 就变成制作辣椒油的主要原料 我们两锅的大骨汤熬制出来的牛油 经过冰镇然后再冷藏 然后结果大概会产生15公斤左右的牛油 既猪油染上馊水油后 牛油也陆续沦陷 但有的店家松一口气 还好牛油都是DIY自制 才能和食安风暴划清界限 记者黄志杰李美轩台北报道 好我们刚看到的是台湾社会现在很多连锁的火锅 麻辣锅牛油跟锅底都大有问题 那雪岚你今天特别帮我们介绍 实际上真正的牛油 包含说很多牛肉面店 它给很多的客人用的这种辣椒油牛油 这个其实制程是蛮辛苦蛮复杂的 其实也还好 因为我们每天要制作牛肉 那我们一般红烧麻辣我们都是又炒过 那一般我们家的话又有牛肋条 那牛肋条跟牛腩它本来就有很多的油费 那我们下包这个肋条 这块就是牛肋条 对牛肋条 它的油分很多 所以在你不管是炒它或者是煮它的过程当中 它会冒出很多油 对没错 那你们会把这个油捞出来是不是 对那以前我们为了健康我们这些牛油是全部不要的 那后面是因为油的关系 那我们就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油会比较好 对那我们就用这个自己制作的这个牛油来制作辣油 对哦 辣油就这样做 那牛油你们做的辣油就再加上这种辣粉是不是 对很香 怎么做 就是这个牛油你放到锅里面 然后呢它到60度左右这个辣油就就这辣椒只放进去 然后就拌拌拌 然后呢到了一地的那个你给到它的虾气4亿的时候就可以了 对那这种辣也是很多人做比方说红烧牛肉面 对也是会加这样的红烧的辣椒的穿辣口味 就会加这样的辣酱 没错那一般我们叫的红烧是没有放辣的 麻辣才会放这个辣 麻辣锅的 所以你们一般你店里头你红烧没有放辣酱 可是辣酱就是说放在桌子上自己放 自己家喜欢麻辣口味的 对就自己家或者有一些人要吃麻辣风味的 那你们这个雪岚是云南人 对我是云南人然后叫他台湾来 那你怎么做这种很台式的牛肉面 因为我老公跟我都喜欢吃台湾的牛肉面 那唯一我不喜欢就是甜甜的味道 那是我不喜欢的 你不喜欢吃甜的牛肉 台湾的口味比较甜一点 对对对 那我们云南是吃酸辣 对就比较喜欢那个口味 然后我们两个也爱吃 那我就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自己来做吃 那当然一开始我们也不是做牛肉面 对 你们一开始是做云南的料理是不是 不是我们一开始做那个客家的那个手工米苔木 对对对 是男人会做客家料理 去学 对对对 也是去学的 那雪岚那你学了台湾喜欢很爱吃的这个牛肉面之后 好像这一个气锅牛肉面就是你得奖的作品 对这是2009年得奖的作品 这个锅很特别 这是什么锅 这是气锅 它是完全用水质气 最出来的汤 对就完全包原汁原味锁在里面 所以它用水蒸气的气锅来蒸牛肉汤 对对 那这个气锅牛肉面就会这样子整套奉送 就是说旁边一个气锅 然后这是已经处理好的面 对因为我们店走的是比较健康压身的 所以我们的面也是很清淡 对那再搭配两个酱就是一个云南酱一个台式酱 那万一有客人他觉得太清淡的话 就可以搭配这两个酱 放一个也可以 放两个也可以 对 好 这个是云南口味的酱 对 所以它可以做成酱拌面 可以 那旁边是牛肉汤这样子 对就可以非开吃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面刷到这个锅里 这样刷刷也可以 就看自己喜欢 所以这是一个拌面的其中一个吃法 对对对 那雪兰你们这一个牛肉汤就是原汁原汤 然后加一些简单的葱姜 然后稍微去腥跟提味 对 那它整个蒸出来就是牛肉的本身的汤汁的原味 对 就原汁原汁在里面 来 宫琴试吃 好 我来 我刚刚偷偷试吃 这个汤非常的浓郁 非常的好吃 对 这个锅是你从云南带来台湾的 本来是我们云南的锅比较大 对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可以在台湾买得到 对 那现在都在台湾买 特别去地就对了 好 那我问你 你这些年开店 牛肉是不是价格真的涨很大 对 涨多大 以前一箱的话可能四千出头就有了 那现在的话快六千块了 所以对很多牛排烧肉或者牛肉业者 来讲的话成本压力会差很大 差很大 差很大 什么都涨价 不是只有牛肉 什么都涨价 对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很多人觉得说 黑心食材造假 其实跟成本的控管压力也有关系 应该有 好 雪岚 那你这个云南姑娘 还特别介绍大家 台湾人不要只吃川辣牛肉面 你今天还有一个桂花牛肉面 对 那这一组的串意理念就是说 因为我在台湾十年没有回去了 对 那我就带出我们的想法 就是说可以帮我们家下的桂花 跟那个台式的这些面 就融合在一起 因为台湾人都很热情 那我们云南也是很好客 那就结合在一起 看它会超出什么样的红花 那我现在这一杯红红的 看起来像果汁的 是你们云南特色的桂花酒 这是桂花酒 桂花酒 对 桂花酒 那要加多少进去面 可以看个人喜好 那通常都加多少 那一般的话 放那个一小勺就好了 一小勺 那喜欢有喝酒的人 就可以多放一点 那我要取下整杯吧 整杯倒进去 对 所以一般我摧一下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桂花酒 好 我来喝喝看 很香很香 桂花酒 它是某种发酵过的 这个有点像酒的 就桂花酒 桂花酒 桂花酒 然后桂花香是清香 淡香 很舒服的香 配面感觉更不一样 配面是因为它就会变成汤头里头有桂花香 这样子 它头里面本来就有桂花煮在里面了 那再配在桂花酒的话味道会更浓郁 更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桂花牛肉面 对 也是今年在国际煮老鸡旁的面 这个是今年比赛国际组有拿到名次金牌的面 对 跟汤 我看 它桂花香很香 对 桂花香 就很特别 很有风味 然后那一个香是 我觉得会此夹留香 因为它的桂花香会一直留在嘴巴里头 很特别 很特别 而且我喜欢做独一无二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女生会喜欢 最主要是这个牛肉 它的软硬四重 对 对 但是刚刚吴老师也吃 它每一道它的牛肉都好 它的牛肉品质好 然后料理也料理的好 然后也没有筋 而且它完全是治理的 它没有说筋一些 全部自己用的 对 这一定要的 好 那这个雪兰今天还特别介绍一个 很特别的料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洞 这也是桂花牛肉洞 又是桂花 然后做成羊肉洞 旁边感觉胶原蛋白很丰富 对 没有像我这样子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创新的洞 好 那旁边也是胶原蛋白 对不对 然后下面还有 全部都是牛肉的原汁 那下面有种枸杞 有有有 它比较野生 很Q弹 因为我们店追求的就是比较野生 养生这样子 对 枸杞 台湾比较常见是那种羊肉洞 就是在一般北方馆子 有时候会有做成羊肉洞 特别的是这个 好吃 这个枸杞 对 你吃 好吃 好吃 这个也是你特别开发的 对 全部都自己研发的 我们家的东西跟比较丁 完全不一样 对 我喜欢走自己的路 对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管门过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您在下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黑心食安的风暴 使得很多观众朋友 越来越重视食材 跟烹调的方式 真的会影响到食物的营养价值跟本质 那我们今天现场另外一位来宾是大概30岁的伟帆 伟帆你今天帮大家带来介绍 这一波因为顶心上游的牛油跟酥油 用了耳心油 可是耳心油跟真正好的牛油或者是奶油 成本差两三倍嘛 对 对 那你今天特别介绍 这一个就是典型的 我们在吃酥皮的蛋糕 或者是酥皮的三明治 外头在用的酥皮 对 这是什么做的 这个是用进口的奶油做的 那进口奶油还有分很多种的 等级 等级 对 那我们用的是无水的 就是进口奶油 无水的进口奶油会比较贵是不是 会比较贵 那它的成分也会比较 就是比较纯 比较纯 对 那它的水分降低 那就会做出来的酥皮 就会比较酥脆 那以你今天带来这一块奶油来讲 这样一块大概要多少钱 这样一块差不多要200块 200块 对 那换句话说 你用这个的成本跟用便宜的酥油 好像一大块不到100块就差很大 对啊 就光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差不多就价差差不多120至150 那长期大量的话 对业者经营来讲 成本压力就差很大 那你用这样的奶油做成的是 外表的这样的酥皮 是半成品是不是 对 好 半成品在经过烘焙之后 外表就长成 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会爱吃这种酥皮 蛋糕酥皮 三瓶制的酥皮 是 有一些那个玉米浓汤上面的酥皮 也是这种酥皮 好 可是鼎心这次有中标的就是说 它是用恶心的牛油做的 对 那你们用好的奶油做的 好 那我要问的是说 一般的观众朋友吃得出 这是什么油做的吗 吃不出来 吃不出来 对 所以这完全是业者的良心了 对啊 通常进口奶油 它的酥皮的表皮就会特别的香 它的奶油的味道也会比较重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它这个跟一般的起酥不一样 我发现它可能是用这种油 所以它的起酥反而是比较 没有那么多很薄的层 对 油感没有那么强 对 可是它的酥面这一盆会比较脆 然后你应该会吃到一点奶油的香味 对 我觉得是好吃的啊 然后是淡淡的 对 就是说用好的奶油好的食物的品质 然后它的酥油香也不会过度浓郁 这不过有些吃得非常的油 对 有些很多很多层 然后咬下去就觉得整个嘴巴都是油 它的油感即使你只咬这一层 也不会觉得那么油 对 它的油感没有那么重 好 那韦凡你今天还特别介绍 原来我们一般人 观众朋友不知道 像这种蜂蜜蛋糕也要用油 也是用进口的奶油 哇塞 我以前真的很无知 我都以为这种蛋糕啊 就是啊 那个面粉烤一烤啊 它是没有油的啊 因为奶油蛋糕外面才有奶油 我都以为这种干的蛋糕是不需要油的 都是需要 因为油的部分就是可能是我们用的无盐奶油 那可能就不是像这一种的 是用就是进口的酥油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可是它仍然需要油去发 对 你今天带来这一罐 这一罐就是蛋白 对 这个是液态的杀菌蛋 什么叫液态的杀菌蛋 它就是在工厂那边 它就已经经过杀菌的一个功能 那这样子我们在厂商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给消费者才可以是无鱼的一个商品 嗯 好吃 很松软 很松软 然后咬完了之后很细致 然后会很滑口很滑舌 然后就很人味 对 这种才是真正的蜂蜜蛋糕的味 然后它要你吃到很近嘴巴很近才有蜂蜜味 有一种蜂蜜香精啊 远远你就闻到一大堆蜂蜜香啊 这个不一样 就是说你不放香精的话 其实是食物要到嘴巴 或者要到鼻子口 你如果鼻子不好的话 在这边是我们倒要吃进去才有 对 可是有很多蜂蜜蛋糕你一打开 蜂蜜香就已经闻到了 那一种可能都是香料蛋糕 嗯 好 那韦帆你今天还特别介绍 你创业的过程 因为怕这个成本经营压力大 那一方面是说食材的成本不断的涨 就你刚刚讲 用好的奶油跟这个比较差的酥油 就差两三倍 是 然后用好的这一个面粉啊 好的素材啊 其实成本的压力大 所以你在网路上贩售 对 那你相对的经营压力就会比较少 比较少 然后这个货品或者是囤积存货的压力 也会比较少 对 那你还特别介绍这个是什么蛋糕 这是我们的迷你起司酒公格 哦 什么叫迷你起司酒公格 因为我们把每一个口味 都把它做差不多五公分 直径的起司蛋糕 那就可以带给消费者 就是一盒就可以吃到九种不一样的口味 真的女生应该看得会很疯狂 你一个大男生在家里做这种小蛋糕 那个家里人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就是一开始会不习惯 这真的都是你自己研发自己做的 对 自己研发自己做 就大男生在家里做甜点 那厨师都是男生啊 没有啊 不管是做糕点的 厨师都是男生啊 可是很多甜点都是女生啊 这感觉是美爱的 这个基本上口味跟颜色很不同 就会满足很多女生 很爱吃甜点 然后不同口味的这个feu嘛 是 那我们就是我们的口味上面 我们也都是跟农家那边做配合 那像草莓可能就是大虎的草莓 哦 对 那柠檬就是屏东那边的柠檬 对 哇塞 这起司蛋糕看起来真的很正 红素卿来 我们来吧 你没看是抹茶的吧 对 这是抹茶红豆的 来 抹茶红豆 你看这看起来超正的 黄光勤我也可以分你一块 好 谢谢 这看起来超正的 真的 好 那你这个起司粉 也是这一个好的这一个起司 对 这是 Creen Cheese 什么叫Creen Cheese 就是奶油乳酪 那这个也都是直接进口的 这块要多少钱 这块要220 220 对 用这个来打上面的起司 对 再混合其他的口味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你的经营成本会比较高了 当然 那所以刚刚讲到你创业的过程 因为整个原物料涨跟成本涨 你就变成只能在网路上慢慢的打出知名度 对 然后在之后再做一个店铺的销售这样子 那这一波黑心的食安的风暴 有没有对你们有影响 还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会去追求好的原物料做的好的食物跟食材 对 然后我们就是要带给消费者就是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的产品的制作 那还有整体上面的一个就是销售的模式 这很好吃 它这个起司可以可以有合我的胃口 真的 还蛮好吃的 你吃不吃蛋糕吃吃看 那大哥 所以这一波台湾社会消费者他会回头去追 就是说我要追求好的食物跟食材 我觉得这个对大众来讲也是上了一堂课 就是说大众开始认识原来食物食材有这么多的层次跟变化 是的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国人也上了一课 也希望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在物质生活上 我们的这个品质上的要求我们可以更提升 所以呢 经过这次的食安 大家真的是上了一个课 那有这些老师的分析跟这个媒体这么样的追逐 这个课不能白上 真的要好好的学习 对于原料物质的来源 未来我们要特别要把关 特别要清楚的去认识 真的 那老大你会觉得说卫福部 他们上游是不是就应该做更严格的管控 当然 我们台湾是美食王国 这个再不把关好的话 真的实在是没机会 观光美食是我们像我们台湾目前最大的一个 特色 我们的科技也快比不上人家了 对 对不对 那我们的观光我们的美食 我们一定要把持好 所以我们的那个卫福部 麻烦一下 把我们的这个标准提高 把关更严格 好那吴老师我是从去年的一大堆黑心食安的风暴入到现在 我才慢慢的认识比较多的食材素材 然后判别出像我现在吃蛋糕我可以判别出有没有加香精 就是说可是我以前吃蜂蜜蛋糕还真的是走过马路上看到人家蛋糕店闻到那个很香的香味就忍不住要买一个吃 就说台湾社会其实这一次很多东西要从源头去管理 然后源头如果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把关变成我消费者我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跟自救的能力 所以那个全国性食品安全的这个食品云串联全国甚至在政府可以稽查之下 那这样的一个食品云是应该要建立的 但是就在这一两天我们的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在政党协商的这个部分其实呢没有成功 现在送到给那个王金平院长那边去了 后续的这个发展大家要关注 我们很希望他这样的这个协商的这个部分是能够对大众公开透明化的 那老百姓要注意的确实我们要挑食选好的食材安全的食材去吃 不要只注意自己觉得说我就是要吃色香味很重的这些东西的 很吸引我们的这个东西 其实最重要的是吃到安全的这个食物 不要去挑那些奇奇怪怪的然后满足自己一食的这个口感 我们国家的这些各式各样的这个病 特别是慢性病跟癌症从来没有减低过 一直不断的上升 我都想说这要上升到什么时候才会终止 最重要大家是应该是我们自己本身 消费者本身 这个教育单位的政府相关的食安把关的这个单位 大家都要一起来 我们要把这个局势整个给扭转 扭转的同时呢 希望也能够抢回我们自己本身的在食品经济这一块的这个优势 在观光经济这一块的优势 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快可能会被品足在国际社会了 真的我们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年代一项前看的节目现场 8号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华民国103年10月29号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最新的自由时报 头版头 孙文的民调 哎呀 这个一叉叉的快要20个百分点 可是呢 再过31天就要选举就要投票了 现在连孙文的选情 真的被魏佳的黑心石油黑心毒油而受害吗 然后呢 连正宁现在要拿出夫人牌 蔡一山跟周美清 真的可以解救连胜文的选情吗 我再给大家看 我手上今天早上初刊的一周刊 哎呀 我看了这个封面故事好惊讶 一周刊本期的封面头版头 我还以为 他从头到尾帮连胜文做一个专题报道 没想到原来这一页 全都是广告 他真正的封面在隔夜 他的封面故事做的是顶性未加的故事 又追踪了王全人的婚姻 还这个最殷奇的高铁 可是呢 这个乍看像一周刊封面的 原来冲楼到尾都是连胜文的 这个团队的广告 背面也仍然是政策相关的广告 我不知道这个广告花了多少钱 不过连宁显然在最后31天的 这一个倒数计时当中 还是想要逆转胜 那甲午年今年的这场选战 对马英九对连胜文来讲 都是政治生涯的生死一战 这个生死一战背后有多少不认字的故事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林郭正委员好 大家好 好 再来冯光远同学 哈啰 大家好 好 何博文同学 大家好 好 宋小平同学 好 郑春晴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光晴 大家好 好 我刚刚讲 今天早上一周刊 连封面都可以贩卖 这才是我大开眼界的 这一个连胜文团队的新广告 这个广告曝光率显然会非常非常高 因为一周刊仍然是台湾社会零售销售 数一数二第一名的周刊跟杂志 可是这样的广告可以救得了选情吗 以自由时报最新的民调来讲 连胜文落后 柯文哲高达20个百分点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道 洗头洗到一半 手上全时泡沫 柯文哲照样握下去 展现亲和力 走一圈南港成德市场 人气强强棍 平面媒体最新民调也直直攀升 柯文哲以44% 大胜连胜文24% 有史以来差距最大 我们也是会分析每个民调 看看还有哪个地方可以做感性的 对手砸钱如流水 报纸广告百万百万花 这次攻击柯文哲护航顶心 但国民党花钱 却向丢尽深井 攻击始终没有见效 普遍攻击并不会使自己变好 所以有时候 当然我是还是很努力的克制自己 当然有时候忍不住会嘲笑人家 但是我至少不会是故意说去 三分针七分钾这种设计式的抹黑 选战达到最后一个月 连妻子陈屁齐都称赞 柯文哲克制功力越来越好 尽管对手攻击火力不减 但柯文哲不当回事 反倒成功让自己稳住阵脚 继续交过方文宇轩 SNG小组台北采访不到 好 光琴我刚刚讲再过31天就要投票了 没想到一早看到一周看的封面故事 竟然是连盛文说台北青年好宅 搞得老半天是我眼花看错 真正的封面在隔夜 那他头版头都是广告 他再过31天就要选举投票了 那民调的落后程度能难这么大 广告救得了他吗 AIT这个拿来做公营住宅 就变成青年好宅 其实在电视台 我也这个议题中间也面临过 但是是开放讨论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到底能不能达到效果呢 到底能不能扭转他的选情 以现在的民调来看 这自由时报最新的民调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每一个他的所属的媒体 或许都有机构效益 但是很诡异的说 这大半年来 每一个媒体连T台 连三立 或者说连其他的联合报 中国时报 都是做的是大同小异 只是说那个幅度 到底剧烈震荡多少 那以自由时报的这次的民调 你看这个柯文哲44.388 其实柯文哲怎么掉 大概都是四成左右 那连胜文呢 都没有超过三成 那这一次是24.85 那等于相差的是20%之多 20%之多 那最令人讶异的是 看好度本来一度打平的 那可是呢 看好度柯文哲这边是四成二 比上连胜文的接近两成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比三个礼拜 比上上个礼拜 比这几个月来 看好连胜文会当选的 几乎是越来越扁了 就是那个人口数越来扁 而那个表态率越来越高 就是说我会去投票的 现在投票率 我们原先是说 这一次大概可能不到七成 大家都用七成来估算 可是以自由时报的这样的民调 一定会去投票的选民比率是七成八 七成八是超过七成五 接近八成那都投票率了 尤其是年轻人20到29岁的年轻族群 表达说一定会去投票比例是冲过八成 接近八成五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到如果再比对其他的这个媒体民调 尤其T台那个民调 不只是看好度喜好度支持率 还有年轻选票 妇女选票中间选票 还有他们甚至分析的 什么大安文山 内湖南港 士林北投 其实这都是柯文哲所领先的 所以连胜文现在能不能够有所翻转 就看他要出什么牌 那我们看到这个一周刊今天有一个报导 蛮耐人寻味的 说中共的三大所谓的研究所 就是来台观战 甚至派出300个人 他们现在预估 我说实在真的是外行啦 外行到离谱的一个阶段 他们说可能六都里面是2016的一个指标 2016可能在这个前哨战 这次的这个所谓的六都市指标的直辖市的选举 你这个六都你如果国民党输了 不只是3比3打成屁门 你还输再输一席的话 变成绿4比2的话 那你这样的话 你2016可能会失去政权 他们已经做这个研判 但是他预估可能国民党会保3的是保哪3呢 我说外行就在这里 他们说台北市会当选 新北市会当选 台中市会当选 那我请问你桃园市跑哪去啦 桃园你没有啦 桃园甚至会输啊 桃园台北市都赢了 桃园市会输啊 台中市都赢桃园市会输 这跟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选局 是真的是废里很多 那你赶快来观赞吧 来接近民主的洗礼 来看看我们到底台湾选举 现在是什么情况 但是呢连胜文他始终脱不开一个泥闹 甚至两个泥闹 就是所谓的前面的鼎心这个TDR 在他后面的精卫TDR 这两个他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尤其是这个鼎心的TDR 人家说对口的这个 有有有你的这个部分 包括富人投资 包括你个人 包括李德伟等人 等人这属于你的你的 他们的对口就是你连胜文嘛 好你再怎么推出我只有25张 就算是25张 你也脚踏进去了嘛 这里面是不是你们先请得到内线 然后呢特权签购 少数261个人 而且你们还是被人家标准出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食品安全你看他前面都没有所谓的 这个发言哦 我们之前还比较过 风光源有 对不对 马上在Facebook里面 包括克文哲也有 那他已经晚那么多了 然后用一个所谓的广告 广告还是还有还有抄袭之嫌 当然焦点都集中那一边 好那他昨天面临这个顶星T掉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 顶星这个101的这个大战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讲啊 你往死里打 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现在这个是战争啊 对不对 好结果他搞了一个说 可以啊你们退出101啊 我来帮你们找买家 我就是这个职业并罚佐啦 随便捡一捡都有人可以 这个买家订进去 然后然后去接这个持股 所以我觉得联盛文 这个光是食品安全 涉及我们小老百姓的 这个健康 他都如果搞不定的话 那何况是AIT 你什么公营 住宅 什么为年轻人打造 未来这个住宅正义 这些等等 还有租金 说绝对让你很优惠 这些都会被盖过去 好那林委员 我给大家看哦 这个倒数31天就要投票了 刚刚讲到这时报 联盛文落后 柯文哲的支持度 仍然高达20个百分点 然后呢 今天联盛文哦 这个相关的阵领大手笔 真的 头版头封面故事这里哦 刚刚秀给观众朋友看 这个是假封面假头版 但是真广告 所以买了一个跨页 然后里头呢 我刚刚又翻到一个广编的跨页 再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一页广编稿 通通都是什么 无铁势力医疗地方 也是联盛文的守护市民健康政策 联盛文哦 现在剩下31天哦 摆明了是打算进入广告大战 我觉得这算成功了 林冠你看你今天特别拿这一本来做讨论 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 第二个东西就是说 早上11点多啊 我的同事助理拿一周康给我 我说你拿错了吧 因为一周康一般来讲有两本 我说你怎么拿第二本给我 你应该拿第一本 第一本才是一些政治社会的新闻的东西 我说你这个是拿到第二本的东西啊 拿到影剧版的哪一本 你以为他拿这本哦 对 今天影剧版是丁天心的 他说没有啊 他说就是这一本啊 我说这一本怎么可能是单独 联盛文这个东西里面 他们才说翻过来才是 因为我今天在高铁车上看 看到的是这个封面嘛 不是这个封面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至少就是一个讨论的话题 讨论的议题 我想说这个东西初步是成功了 第二个东西 你们一周康本身阅读的年龄层 其实是比较低 对 比较低 那林胜文认为说他在整个20岁到39岁这个区块里面 几乎跟柯文哲几乎是3比1 所以他只能去抢工 而且今天的议题就是一个AID变身青年的好住宅 所以对年轻人会不会有一种 第一个 如果连看都不想看 根本里面谈什么实质的建议 政策的那种都没有用 至少你吸引他看了嘛 第二个 有没有实质达到效果 我想这是一个问号 第二个 再来我要谈的就是 林胜文的民调 其实在自由时报 从7月1号到现在 大概都是输在20% 从来也没有好过 其实最好就是输17%左右 那大概从7月1号输28%到今年20% 那或许有机构效应 但是这两个礼拜里面 从所谓的泛男的一些 比较轻泛男的媒体里面 做出来的民调 中史是输9% 那T台是输15% 所以大概输在12%左右 是一个显然的事实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显输大概是 大家无庸置疑的东西 所以林胜文在未来的 31天里面 怎么样在失去了 蓝绿的这个结构过程里面 你怎么把年轻人 这些人很少是分蓝绿的 他其实是在乎了 自己未来的希望 跟未来一个存在的问题 那你怎么样 把这个3比1的 支持结构的问题 重新把本来 支持柯温泽的一些年轻人 把他重新再挖过来 我认为 林胜文在这个区块里面 要很努力也很加强 那光一个广告就拉得回来 当然拉不回来 那31天还有什么绝招 找太太找中美清就有用 我觉得 美清衣三排最有用吗 中美清会不会出来 我倒认为这是个问号 他先生选总统 他都拖到最后才出来了 他今天为了林胜文说站出来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可能是一个 选举阵营里面放出来的一个话题 那第二个东西里面 蔡一山有没有票 其实林胜文我觉得还有票 食品而言 他绝对比任何一个他现在身旁的一些候选人 助选人还有票 还有票 他其实到市场去在整个眷村里面来讲的话 以蔡一山的个人直接上里面 第一印象里面 大家对他还算是加分的 那我认为说蔡一山会不会出来 在整个年轻族群这个区块里面 去帮连胜文做一个扫街拜票 他昨天晚上已经开始有一些公益行程跟活动 那只是有公益行程 但是我想那个强度会越来越强 强度是怎样才够强 要早上到晚都在街头拜票吗 其实林胜文我想说 如果要求人家议员立委 里长都要全力以赴 你身为候选人的泰坦 难道不用站出来吗 有道理 如果国民党有不能输的压力 我自己的太太也不碰真词 当时她嫁给我的时候 就是说你不能插情地 但是后税论里面 因为嫁机随机 我才选了跟我约法三张 选前三个月 他也会帮我扫街拜票 你太太是选前三个月开始 扫街拜票 但平常你不能叫她参加任何的活动 她过她自己的日子 但你林胜文选择台北市的市长 半男的选情在台北市这么样告急 所有有现在可以帮林胜文做加分的 不管是人是市或是政界 都应该赶快拿出来 剩下31天 目前如果做的民调 还是输12%到15% 这个在蓝绿比在过去的历史里面 是6比4的一个结构里面 输到这么样程度的话 我觉得林胜文的家人里面来讲 可以做加分的要赶快拿出来 可以做检问的赶快藏起来 好 我们稍休息一下 广告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再过31天就要选举投票了 那国民党内 现在面对连胜文的民调 仍然落后将近20个百分点 真的是动员起来 抢救胜文大作战 抢救胜文大作战 不只是广告文宣 今天包含很多组织跟成员 都动了起来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则报导 国民党台北市场候选人 连胜文来到慈湖跟投聊 叶林拿到花圈 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一度还不知道要不要放手 跟之前宪兵叶林的画面比一比 原来是少了鞠躬 虽然不熟练 成员还是百分百 连胜文强调 叶林除了对两位前总统致意 还要对军公教喊话 再度安批中央对军公教 承诺跳票 不过毕竟还需要中央加持 就连炮火都显得十分微弱 看来军公教铁票已经出现松动 我们基层对我们的这种热情支持 这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对军公教人员 权益的确保以及承诺 尤其是性爱保护的原则 这一点的确认 我想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 虽然后面将来一大牌退役将领 但是更多看不见的军公教基层 可不一定认同 如何巩固基本票源 已经成了连胜文的最大课题 记者综合报道 好 中议员 我们刚刚看到连胜文今天的行程 还包括这个退休将领 跟这个黄复兴的一些基本的成员 今天跑到慈狐叶林 好 然后呢 今天一周刊头版头 做了台北好宅 这个是打青年相关的政策 可是很遗憾的 这时报的民调 仍然落后20个百分点 那这一连串的抢救圣文大作战 有用吗 要方用错了 现在广告是不会赢的 顾本是不会赢的 人心才会赢 青年才会赢 很简单 就是有一些人还在做梦 说这个民调 其实都已经七十几%表态率 我推估这次的投票率 是六成五到六成八 那六成五到六成八 表示说 你现在未表态都不会出来投票 你现在即使表态 都还有五到十八不投票 所以简单讲 就是你让蓝军都归位的话 我们就是大概四十 而柯文哲应该三十 四比三是台北市的基本牌 可是我们有十%被人家拿走了 别人变成四十% 本党变成三十%连胜文 所以只能从柯文哲里面的 拿回五六% 来回是这两倍的计算 才可能会赢 那这五六%怎么拿 就是请瞄准 二十岁到三千九岁的年轻人 跟中产阶级 我在街上那个拜票 问我说 我们会投给你 我们不投连胜文 你说为什么 他说 至少你愿意帮我们讲 你费掉综艺国小 搞几千户房子 他认为我这个议员是关心他们的 我一直在讲这个事 那现在连胜文想要打造 AIT青年豪宅 一 两千户不够 第二 你要让人家相信 你就走到一块土地 这块地是好龙兵的政策 我是唾弃的 我连胜文 好归而我连不遂 对年轻人的青年住宅 你很多的土地 你去做了花博 做了这个2017世大运 等等这些 我不要做了 网球场弄到河滨 而我拿出真正就站在以后你当选市长的话的公有地上面 我就要盖多少多少房子 就真心诚意的订出样品屋 我给你二十平 然后大家来进来来投 来到网路上来颜色造型 然后外墙 就你要不要搞得像真的一回事 如果我一年之内不发报出去 我辞掉台北市长 要讲这样的药方 这样的重话 而且真心诚意的拥抱年轻人 拥抱这种产阶级 而且鞠躬道歉 我们国民党十几年来没有照顾年轻人 我们国民党十几年来跟财团太近 尤其土地财团 我这次选举 现在台湾社会连食品财团 黑心财团都要变土地开发财团 因为土地好赚 有钱人都想土地的主意 所以国民党的结构 从今天开始改变 也包含连胜文选举的胜负 真心诚意的不要拿土地财团的钱 然后真心诚意的 替中产阶级年轻人做些事情 这个才会赢 而且我们反对周美清出来站台 为什么 第一个周美清会不会出来我不知道 周美清这样的王牌 要用在2016 本党推出最强的总统候选人 才有边境效用 我认为不管蔡玉山 周美清出来站台都不是误本的事 他误本的是政策 真的让中产阶级过好日子 年轻人买了几房子 这个才会赢 就是你弄什么广告 什么都没有用 对市政我真的很熟悉 第一个台北市一年的GDP四兆 可是一兆用在中小企业可以赚到钱 三兆用在土地买了 再盖房子再买土地 如果你今天很轻易的通过了融金银行 你让台北市中小企业的获利 可以做到生意的从一兆到三兆 就加薪了就这么简单 你管你是专家财经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因为你融金银行通过 你公付 公付本的预算可以从1600亿到5000亿 很轻易哦 好那5000亿的话就可以把现在管食安的 管化妆品食品药品的预算只有3700万台北市 那只有37个人在做 你可不可以扩兵这变几百人 变几亿来查 就就公寓散其事 并先利己契就是公务员加裁员嘛 这是这是基本的ABC的城市治理嘛 所以有钱了以后 又用在人民的安全 食安用在老百姓的生计 让中小企业赚到GDP扩大变三倍 我跟你讲很轻易的八年之内 上班族新年多三倍 这是根本的问题 连胜文要谈这个事情 这个光远 我们看连胜文 一方面是想要打组织战 一方面想要打夫人牌 一方面刚刚青年的政策跟住宅的政策 就买了今天一周刊的这个封面 他买的叫做AIT变身青年好载 你的观察这个对选情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让一周刊 就是说可能这次的零售 可能会下降之下 因为人家说 这期一周刊怎么要是讲它呢 可能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兴趣了 对不对 所以除了这个效应是几乎 对 因为一周刊也都是老朋友 我是说你们赚钱 反正从广告费 补那个零售 补贴零售 所以你们还是赚的 这一招还是不错 因为这一招其实是合法的 在广告在媒体里面 这个是这没有道德的问题 你知道 只是说可能结果会这样 可是我觉得 你这个时候突然讲到 这个所谓的青年住宅 你知道台北市的空屋率 是根据不同的统计 八九万户一定有的 你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么多的空屋的时候 你还要再去建 你知道 我一直很反对 一直很反对就是说 再用比较大的 所谓BOT的案子 去把室友的土地 再贱卖给建商 台北市过去这些年 难道不就是因为 大型建商的 例如说这些连开案 莫名其妙连开案 这东西以后一定要查 一定要查里面的弊案 还有所谓的BOT案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面 我们还要来盖房子吗 还要盖一堆房子吗 对不对 你说今天青年住宅 就是说刚刚小平讲 你说这边盖个两千户 对不对 其实 是五万户才够 六到七%总共总量的 台北市的房子 两千不够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 就是说你用这样子的 依旧是用盖房子的方子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真的觉得 这个有一点太晚 而且由你住在地保的人来提 就是说 我给你们做一些房子 那这个青年住宅你们去住 那我呢 我在 因为那边离地保也很近 地保那么高 他看得到那边 青年住宅 你们那边过得很好 你知道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有点荒谬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 今天我们在谈台北市的选情的时候 其实 当然就是说 一些几个 少数几个主流媒体 例如说联合报纸 从来也不报道 我觉得我也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有太多的报纸 因为跟自助性行销有关系 他们我也没钱给他们 所以也就算了 这个事情以后再讲 可是我觉得 今天台湾的选举 我还不讲台北市 台湾的选举 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严肃的 气保的一个动作出来 人家说气这个保那个 我基本上 我自己不太愿意去谈 因为我是当事人 可是我倒是愿意 从台湾人的立场来谈一个大概念 什么气保概念呢 其实现在台湾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 气马保台 马英九就任期保障他568天 他今年年底没有要选举 不是 气马保台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能够再支持那些 跟马英九有关系的 跟马英九以后就说出来之后 其实会去替马英九擦屁股的 会去替马英九把所有的脏东西 清掉的那些人 因为台湾的民主 绝对不是说到了一个时间换人 然后就说整个东西 就是说全部好像重新改过 不是 台湾民主 如果你今天有一些人 还是在上面的话 你里面的结构面东西 不去清掉的话 其实坏东西永远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大家 你现在讲的好像黑心油 上油没有清干净 坏东西永远在那边 黑心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它今天不只是油 其实我们从黑心油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黑心的官僚体制 你知道所以我们会觉得 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今天不要 只是好像根据一两个人的 这样子的叠叠起起伏伏 我们去做思考 我们要针对台湾的整体面去做思考 所以替马保台这个概念 让很多人觉得说 他们绝对不能够再支持那些 跟马有着密切关系的人 因为这些人以后就算是当选的话 他其实会把这些脏东西 手到地毯下面去 如此而已 所以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根据 弃马保台的这种观念去看台湾今天的选举 我们比较能够看得出明星的这种背向 好 老长怎么看 我顺着各位冯光与讲的弃马保台 问题是当时他去拥抱马英九 我说说你这个是厕所点灯 你是去找死吗 那我那时候讲 他那次马英九去帮他站台 我说你实在不知道 听说今天马年就要开始 现在会出现怎么样 他没有弃马保台的时候 现在马可能怎么样 弃连保护 我那时候没讲 我那时候说他就要给你死了 你再叫他把你站起来 他马英九说我责任已尽 再来不是我的事 他暗中就会让你死 我当时算过他只要把台中弄起来 三比三他还是可以保持没有崩盘 湖能不能保起来不知道 这都是他自己找的 好 你说现在弃马没有做 那现在只说保台 你看看像顶星 就是那种红顶商人 也跟你马上产生连结 路支这个台商到大陆去 你连加跟两岸的关系这么强 也是一个连结 像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负面形象 这些都是在商台 害台 就犯台的 这时候包括中共最近在香港的作为 全部都对你连胜无不利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几乎已经是死定了 没救了 但我是觉得说 今天登那个广告 还想谈政策 我认为靠自己努力基本上不可能 为什么 你谈新政 我们说谈政策谈政策 问题你是 年纪轻轻像个小老头一样 是个旧人 不是一个新人 应该新人新政 有英气 有锐气 你有魄力 你完全没有 那大家想说你这么一个旧人 年纪轻轻 新的政策讲一大堆 你真的会做吗 他没有办法 从一个改革的形象 重新创造自己 推这些东西是没有用 等一下 他到底要怎么改革 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明镇下 才能看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天龙国的选战 只剩下31天就要投票了 结果今天早上 自由时报最新的民调 双文之间的差距 仍然高达20个百分点 那刚刚老郑说 连胜文这样的政策 像个小老头 牙根都没用 老郑你说他要改革 应该怎么改革 他有两条路 但这两条路其实都不好 我现在只是纯粹评论 不是代表我支持我的赞成 我纯粹只是就事论事 一个是说这个必败的结构 一定 除了有大的不得了的力量 那我跟你讲 除了中美像这种 非常强大的力量 应行介入之外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介入其实就会产生蛮恐怖的 比如说让对手出事这一类的 那我当然是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但这就已经变得很糟糕很卑鄙 因为他靠自己努力不可能 那变成让对手出事 这是非常负面的 现在已经不太愿意谈柯文哲了 我认为柯文哲已经剩下说 如何很有很严苛的角度来检视他 因为他很有可能当选 这个人我跟你讲 还没有拿到市长就已经这样子 医生当冠了 那个对权力的独断是入股 你滚了就对了 这种人将来选完之后 让他拿到权力 如果没有制衡力就有得恐怖 那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连圣文如果你要胜选 说一个真的彻底至宫 刚刚这个钟小平讲那么多东西 比如这样的政策 甚至战中的时候你也去支持 但我是告诉你 钟小平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神仙难救 只剩我刚刚讲一个 要么来自外来的非常强大的改变这个结构 撼动这个结构 这是对台湾的自主性是侵犯的 我们当然是反对 另外就是说你内在改变结构 好好的让你这个 这次电视辩论的时候 七雄全部上 让大家都上来 搞不好大家就觉得说 柯文哲也没那么精彩 柯文哲也没那么多新鲜 可是如果说你照样排斥 你们两个把别人都排斥 两个还在那边搞处案相争 你们输的是活该 我觉得整个选战最关键的是 我讲一句话 假税的人永远叫不醒他 连胜文难道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吗 我相信他知道 连胜文难道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战会打到这个地步 我相信他也检讨过 可是问题是他老是哪里死往哪里钻 今天一周刊这个封面出来 我第一个想法是 这还花多少钱 有办法买下一周刊的封面 让他logo放在那边 然后其他整版放广告 当然这没有什么道德的问题 可是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个很罕见 对非常罕见 所以我说为什么连胜文选情很难拉得起来 你觉得今天去拿这个一周刊去看很多都是年轻人 你觉得这些年轻人真的都不知道说这个是广告吗 大家想也会说财大技术 难道连胜文财大技术的形象还不够深吗 第二个 我现在好 如果我现在去跑基层 很多人都会跟我说 欸博文如果是真正我的支持者 他会跟我说 我这边你不用来了 你赶快去开拓其他票员 其他不支持你了 赶快去把他拉拢过来 选战剩不到30天 你知道他现在排的行程还是什么吗 今天晚上说要找马英九到西门町去跟年轻人 扫街握手拜票 他难道不知道马英九现在是年轻人的毒药吗 票房毒药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实在是觉得很离谱 所以他带老婆去西门町可能还比较嗨 选战剩下30天 他竟然说什么 他要去找退役将领 黄父亲的伯伯叔叔 去拜托大家 我就跟大家讲剩30天嘛 那些黄父亲的伯伯叔叔都在什么 都在你这24%里面都是铁杆子的这个蓝军啊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这些 所以我非常自知刚刚钟小平中议员的意见啊 你这个时候剩30天 你赶快去开拓票员 你要拿出创建让人家觉得说 你这个连胜文 你未来不是活在马英九阴影之下 你可以独当一面 你真的是国民党的少康中心的这个少主 可是真的展现不出来 真的那连胜文的选情之所以会长期低迷 到了最后关键时刻都还低迷 其中一个关键 还是从九月延烧到现在的黑心实案风暴 很厉害的 101虽然是财政部拿到了暂时稳住经营权 可是呢 鼎心卫家真的撤出台湾吗 真的会被全面封杀吗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道 你当门神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只当我家的门神 一到立院 NCC主委就被调侃 因为鼎心黑心用风暴延烧引发民怨 但卫家先前还想接手并购中家 主管机关有没有可能直接喊咖 委员都是说话 我国民当然会注意到舆论的东向 针对消费者里面全民抵制顶心 你的个人的主张呢 我个人做消费者 我已经选择了 选择了什么 跟所有消费者做一样的 机关特性使然 我非常关切这件事情 我当然啦 但是我不方便告诉委员 所以你有心目中的个人一把尺吗 当然有 时尚明白表示要与人民站在一起 不止这案 鼎心可能受挫 三重土地开发连带案也受冲击 先前工股一营率先退出 如今赵峰营开第二枪切割异尾浓厚 但如今鼎心却又传出 在上个月早就秘密成立子公司 金色大地要另起炉灶 部长说还要厘清 但根据了解这家金色大地 资本额应试低于三千万 免茶厂 鼎心卫家一面认错 但私下动作却又不断 政府跨部门查器 如果还查不出成果 恐怕只会让民众更失望 记得特别 最后报道 好 光晴 你刚刚讲到 鼎心卫家这波黑心实案风暴 是拖累连胜文跟国民党 今年年底选举很重要的关键 尤其剩下31天就要投票了 偏偏连胜文又是 刚好是鼎心TDR的 其中一个受益者 好 那这一次呢 财政部现在要砍101 不只是砍经营权 还希望他们撤出股权 甚至今天传出银行团 搞不好对鼎心集团抽银根 这个真的可以救连胜文吗 其实一般庶民会讲说 你要把他 这个半到倒 关到死 这一般庶民的语言是这样 所以呢 不是鼎心下架 就是你政府下架 这个大选当头 而且2016还面临 什么政权保卫战 所以我们昨天看到 那个决战101的首部曲 竟然是我们这个胆子看了胆战心惊 因为呢 不是我们的这个财政部官员 失以铁腕 把他逼退的 而是他在紧要关头 他自己知难而退的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探究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只知道说 哎呀好像宋文奇 那个董事长一下子好像反扑了 因为以前受过他那个魏家的气了 那祭出四点法宝 说这个昨天那个郭大哥 刚刚我们前面一场 有带人去101抗议啊 还有精品店 101的这个精品店 一些观光客的不愿意进来啦 还有烟火 也不因为你们这个魏家 已经污染了101 所以不愿意放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提出一个2亿的101的周转金 你魏家 你这个周转金 我们必须把它取消 那我们再看 抽银根的这个假动作 现在没有落实 只是一些假动作也展开了 譬如说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这一段 我也觉得非常傻眼 原来魏家是这样搞 不是在这个地保 查到他们只 1%的这个支配款 99%的贷款 结果101还质押 87% 等于是说 拿2%的钱就拿到101了 对他只拿67亿就出来了 就拿到37%的这个股权 结果他把这些 这个存放在某大银行的美金定存 他再利用杠杆再拿来 所谓的在抵押借款 就等于是说 他根本就没有拿多少钱出来 只是拿一些零头出来 然后他把它寄存在海外了 就有点像席转现金 把它藏在海外了 再拿这个海外来抵押来借款 所以呢中家是他可能没有办法拿了 因为原先700亿 他这个520亿是准备要连贷的 然后呢你又再看 卫权那个三重新宴土地 我为什么这几天一再的逼 而且逼那个所谓的管理银行 就是最大宗的185亿 里面130亿贷款的领头羊 造封金 我为什么这样逼 是因为你看看 这个当初三重新宴 那块土地 是卫权出面去标的 101亿标了15000坪的这个土地 结果呢 到手之后呢 就把它卖给卫家的顶帅 开发公司 那顶帅呢 他的这个所谓的股东在这边啦 全部都是卫家人 包括卫英教卫英聪 卫宏明是卫英州的老大 那还有这个摇然路也代表卫家 下面的一个顶和建设 或者顶和开发 但是中间冒出来一个董家 董炯熙就是佳能的老板 在台湾的代理商 他们另外有一个能帅开发公司 董俊益是二代他的小孩 那为什么冒出来一个 佳能的这个董家 在这里面他是外人 好 结果我们再看 他们的能帅公司 能帅 在这边 能帅 他们另外又投资了 一创投或是其他的 里面竟然出现赵锋盈 竟然是他们的董事 所以呢 你又是 这个主宰 185亿的连带案 的管理银行 你自己又是 人家旗下的股东 成员 所以之前 成员兼裁判 我看自由时报报导说 哎呀 他们还为 为全讲情 说这个如果啊 他们的土建融是70亿 年底也到了 现金流又只剩下30亿 你185亿不带给他 那他们未全可能会倒 那员工何去何从 就是 我想说怎么会有一个公股 航库是这样子为人家设想的 就抓到了 对 原来他竟然就是 那个能帅一起跟鼎税 跟卫嘉 对 去投资去标土地的 好 然后能帅的董事成员 还有江炳坤的儿子 江俊德在这里 嗯 好 那我们知道 卫嘉长期靠这个 海军会董事长江炳坤 在打通关节嘛 包括对岸 包括我们尤其我们台湾的高层 那后来他们才换手 换个就是可以 这个更直达天天一个直升机 那那个直升机 我们在猜说前段可能是胡定吴 二三十年来都在帮卫嘉 那到底总统府高层是谁 那到底是谁 这个大家都还在查 但是出现江俊德 也是他们的这个 能帅集团的股东之一 那你就 这个看到这个政商网络 竟然是这么绵密 这么紧密的结合 那你就会了解 那其中的那个董家 再去签 你会知道 他跟董俊毅 就是他们的二代公子 跟连胜文 其实是死党的 其实我要讲的一个就是说 当101 到底威嘉报退出 你连胜文立刻跳出来 我要找买家 可见你政商网络 你是非常熟人的 第二个 在这个二代或是三代的这个结合里面 你会不知道 你魏嘉吗 你不知道 魏嘉的公子二代公子 我们现在也要挖掘啦 因为今天查到魏英聪的那个儿子 魏鸿明 因为去检方搜索 查到他的那个两个日子本 对 也是令人非常惊讶 其实二代三代这些政商圈的公子哥们 平常是互通有无 知道的 所以你在你竞选的过程当中 你就讲说你跟魏嘉完全没有关联性 这个部分就是人家看不惯 而提供这些资料的原因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这波31天 年底就要投票了 然后今天出刊的一桌刊 刚刚讲到封面 连上我们做了一个假头版真广告 但真正的封面故事讲的是 中国大陆是不是也加入灭顶运动 那台湾社会这一波 这个群众希望顶心下架 魏嘉下架 因为魏嘉如果不下架 31天之后很有可能是 国民党政权下架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道 昨天打了一场圣战 你心里有没有稍微高兴一下 当然我们比我们预期的还早 我觉得就好像礼拜一在那边打选的 他自动推出两拳其美了 台北101股权保卫战 财政部灭顶攻下一城 部长张盛和喜悦藏不住 但高兴的恐怕还太早 魏嘉辞了副董作 却依然是民股最大股东 最近的一步 当然就赶快召开临时董事会 还需要吗 要让宋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一个事情要报董事会通过 如果他持股还是维持37% 要董事息次减少不容易 最好是能够呼吁他主动出清 财政部硬起来下猛药 但别忘了顶心魏嘉 当初只用每股13块钱的低成本 就买下台北10137%股权 一眨眼五年过去了 股价一口气寒涨到42元 要是用现在的行情出托持股 魏嘉等于现赚超过150亿 进账翻倍 昔日的台北101烫手山芋 变成可以向世界观光客吸睛的台湾代表性地标 魏英娇看似下台一鞠躬 就怕未来可能继续在董监市改选 上演赴仇忌 财政部要全面反击 恐怕还得结合公股力量 记者却让黄文财 看不到 好 委员我们看到今天连中国大陆都加入了灭顶的运动 那台湾社会因为庞大的灭顶的舆论压力 使得财政部这次硬起来 至少先把鼎心踢出这个101的经营权 那紧接着下来 如果再测查资金跟抽银根的话 鼎心在台湾社会有这几年比较大的中加的投资 台湾之心的投资 甚至卫权的三重心愿这块土地 都有可能要暂时告一段落 那这些动作足以让年底国民党的选情止血吗 我想绝对没办法止血 那这一次的史安风暴 这三个月来真的对国民党 现在执政的国民党造成重大的冲击 那这种愤怒 刚刚林冠提到 不分蓝绿 超越党派 甚至变成是全民共识 但是刚刚林冠也提到 这些东西里面是全民的反击 那好像各政党的领袖 对这个议题里面的琢磨 特别的少 而且台湾老百姓不指望政治人物 因为台湾老百姓想说 这一些企业财团 支持一大堆政治人物跟政客 都挂在一起 所以林冠你提到说 国民党有没有伤 国民党大伤 但是老百姓就会放掉说 除了国民党以后 有没有其他的政党 国民党要概括承受 我给大家讲 一个年营业额4千亿的顶星集团 不可能这跟国民党好 所以大家就去翻了一些资料 2003年你看 鲑鱼返江开始打托 跟他扁也很好 就跟扁江 可是他扁已经关六年了 不能因为说跟他好 这六年吃的黑心牛不能说他扁 不能应该说他好 就他有拿钱 这不能这样讲 但代表说 一个营业额这么庞大的集团 他跟谁执政 甚至跟第一大政党第二政党 关系都非比寻常 而且他显然在地方政府也很好 他不是只有中央关系 前几天 美岛电子报的吴子佳副董事长 不是讲说这个有十亿的政治献金的问题吗 对 所有泛律的人士都在追杀 马鑫九你要讲清楚说明板 好使不使昨天吴子佳讲到说 请小英查明哪些民进党人士 收顶金的政治献金 那表示顶心的钱 我相信都有 都有 但是什么 水都跑不掉 那这一波的媚鼎的活动里面 我认为说会成功的一个罪状因事 因为死安的问题真的没有蓝绿 对 而且得来症也没有蓝绿 国民党本身执政的当局 你们为什么重伤 是因为在这个处理的过程里面 永远本身落在人民之后 都是在人民发出重大的愤怒的时候里面 才是被迫跟进 采取一些措施 但这个采取的措施过程里面 使住他的嘴巴里面的批判 但心里面的不符 你没有把它消除掉 昨天那101的董事会 只拿掉他的副董事长 跟所谓的总经理执行长 但他有没有持董事 没有 其实昨天的魏英娇没有持董事 对 所以他选后搞不好再开再选 在光谷里面有六董二间 其实顶心集团还有五董二间 没错 他在两个月以后 获得顶心的董事 在101董事会里面 你还会看到魏英娇坐在旁边 没错 那以这次的民股里面 在101董事会有三大民股 就是国泰跟中信跟星光 这三个金控公司 是跟他投资中加跟什么 跟台湾之星的一个合伙关系 过了这个风暴以后 在两个月以后董事会 你说除了表决以外 搞不好里面宋文琦 跟三家金控关系里面 都没有他们跟什么跟魏家的好 那国泰金昨天有出息 但没有讲话 除了宫古纳六席讲话以外 国泰金没有讲话 所以昨天其实人家还讲 冒了一个冷汗 冒了一个冷汗 为什么 一表决的话你不一定赢 真的表决不一定赢 表决输了 那张胜海的拜拜 所以昨天里面不是讲有个什么关键的神秘人士的电话里面 对 其实真正关键里面是什么 就是抽银跟茶碎 对魏余家你看到昨天11点半之前里面态度是很强势的 他甚至在董事会的表达立场里面认为说他是爱台湾的 对 他是双手把他们的食用油奉给他的父母双心吃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国民党里面不能就这么样 到底民怨在哪里其实今天很多的不分蓝绿的政治人物都表达说 去顶心聪明的话赶快把他台湾的事业里面彻底的清除掉 我认为说你为什么不一度一次到位 台湾人民的期待的是什么 他好像都在人民愤怒以后行政手段是在人民愤怒以后跟上去 但是这种做不到十分只做了三分 他好像是说这个事情里面总有台湾人很健忘的 搞不好选举完以后下个月董事他们又回来 在明年底的改选里面他们又重新取得所谓的经营权里面 我问你顶心为什么昨天敢直接这样子跟财政部长干 他们稍微有点尝试的都知道财政部查税很简单 而且很严重 而且两岸的税一查保证是顶心打大煤 他在测试你的态度吗 不止不止顶心一大堆开卖群老免税公司的那种单位 然后再来他们在台湾包含正义的油都有逃漏税 任何一个企业就全台湾没几个企业经得起查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尤其经不起查税的是跨国企业跟两岸企业 因为这里头有很多灰色的争议 可是顶心为什么昨天敢赌这么大 赌到最后一刻都摆明了要跟张胜和硬干 是不是顶心从头到尾觉得搞不好张胜和的那一张官位 会比他早下架 就是说顶心从头到尾搞不好觉得他靠山克谁 然后张胜和反正内阁团队一大堆人在下架 那搞不好顶心还没下架之前 姜仪化跟张胜和先下架 你讲到重点从扁政府到现在马政府 部长就是个临时工 对啊 财政部长大概就一年 所以他没有在甩财政部长 他一年三个月六个月嘛 对 他的来往的对象就是所谓的总统啦 党主席啦 院长嘛 他在测试你到底你讲的是什么东西 你背后的老板的态度是什么嘛 那才是关键嘛 再来你张部长你讲要查税抽盈根 现在除了刚刚光潜讲的 就是101里面有两亿的周转金里面不展颜的 对 那其他的呢 你动作了没 查税 对20家的所谓油品公司要进行查税 动作了没 仅止于讲 还是真的去把战色爆走了 去做任何动作 台湾社会你们大家都知道说 最怕就是国税局跟调查局 对 国税局只要把你的战色带走 我相信所有企业里面都动不掉啦 那这些东西里面你真的我觉得说 张胜和部长里面真的该做的动作 不是口口嘴巴讲讲 赶快去实际去动作 对这种所谓的黑心企业里面来讲的话 除了讲以外 实际动作里面才是能够符合到人民的期待 好那光源大哥 这一次台湾社会是集体的群众愤怒 才会逼出财政部这一连串的动作 其实像刚刚讲的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顶星未加到最后一刻 他们还是其实好像有志无孔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后面是大门神 他们觉得张胜和这种咖啡 什么跟他谈判 高正立 高正立后面有门神 高正立后面的门神是小门神 所以高正立你看 8月9月的时候不是就判刑了吗 12年 对啊 然后罚多少虽然罚没有罚那么多几千万 可是基本上小门神算什么 小门神到最后就扫地出门 大门神才有用 现在是说大家对于这个大门神是谁 还是很好奇 他就仗着自己是大门神 自己有大门神 所以他比较不怕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实在的问题 我其实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在监狱里面的例子 我在监狱里面20天 我听到两个广播 非常有趣 可是我必须讲我很感动 这两个广播都是就是说针对所有的这个里面的寿星人 他是说各位同学 你们都叫同学 他说各位同学 他说我们刚刚大意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又又发现到福利社卖的那些这个临时里面 又有什么跟什么什么 就是说他里面有这个就是毒油之类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他们非常注意这些里面同学的健康 因为受刑人的家属去探亲的时候 都会买一堆这个零食给他们吃 而且都在里面买 在里面买 那那个OK 就是说预证系统赶快广播说 好如果你买了这个东西 你可以赶快把它就是说交给杂役 退钱 如果你已经吃掉了 你那个纸袋子没有丢掉的话 也可以退 所以这个退钱比什么网品啊 这些东西要好太多了 你知道这种是多有效率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做退款制度 两次哦 我觉得说你看连监狱里面对这种事情都这么在意 当然这我也强调的说 你知道台北监狱那个人性化的管理真的是真的是很好 我意思是说我们今天 连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都充斥着这样子的新闻 我觉得说台湾真的是 你知道就说大门神要找出来 好那老郑 刚光源讲大门神 今天总统府讲 以而传而都要告 因为总统府搞不好真的不是大门神 搞不好真正最大门神是北京中南海 就是说总统府哦 还要看北京中南海的脸色 那中南海没有动康师傅之前 台湾社会至少官方或总统府这边不敢动 中国不是门神他们人家是靠山 靠山 一口不一口 大家不要忘记门神其实是一队 不是一个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说现在在影射马团队或者是国民党是门神 我这两天就是连续看到民进党一直发这个新闻稿 我就觉得很怪 我当时就觉得怪 严格讲这个 刚才所讲说这次退下有没有止血 当然对国民党没有止血 但我认为有部分止血 这时候民进党就出来赶快鞠躬合理 你说林淑芬段尼康这些人 有没有在这次的这个打鼎息有作用 有鞠躬合理 但是呢你看 他们马上把焦点转向说 你看马英九叫好好去查账 马英九这个国民党 然后这个行政院准备跟选举结合 好像也对啊 可是我要问的东西是说 这场上是来自人民的愤怒 我们要在台湾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 重新再生的一个产业秩序 所以像顶星这种黑星的老板 是不是要让他在台湾灭顶 不要让他存在 这个杀衣井猴是很重要的 所以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这种软弱 让人家怀疑他的门神 可是我就觉得怪啊 民进党的时候当时你看看 陈其他警告完的时候就有警告 我就觉得为什么不是这样爆料 一直攻一直攻 让自己变成是最大的一个焦点 后来是因为台南有个摊伤 是不是继续弄 才把他爆出来 然后到民进党继续追打 我当时就说 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 显然是你们是点到为止 希望国民党干坏 干做派人去台顶心 你们不敢嘛 那为什么不敢 就五指甲这个东西就出来 所以我们台湾老板一定要知道 不只黑心商人要出去 新的政商关系要干净 民进党很可能执政 民进党你们有没有拿钱 更不要开玩笑 黑心政客清空 那有愿啊 立法愿啊 有愿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